babam 父亲突然去世了 我是昨天晚上知道的 村长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 我的家在山区 一个不大的村子 叫三河腿 我很早就离开家乡 出来工作了 因为忙 几年都回不了一次家 父亲是村里的小学老师 在当地教了一辈子书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也是村里唯一念过大学的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母亲 怕她一下子受不了 父亲原本不是我们三河团的人 他是后来才来的 当年父亲和母亲谈恋爱的事 曾经轰动一时 村里人说来说去的 听起来都像个故事了 那年母亲刚满十八岁 父亲也只有二十岁 听母亲说 是一挂马车 把父亲拉到了三河团 一挂马车 你心态吞行车 是什么 他应该要是证据的 是 去 这就是来咱们三河团教书的先生 姓骆 叫骆长鱼 你叫先生 叫老师就行 你叫骆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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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不开愈的 山大鱼 这是就是去清 aid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